华尔街日报 说伊朗有向美国的盟友 发出秘密的警告 不要去帮以色列 否则下一个就是你 这个是另外路透社 有引用三名消息人士的话有讲 沙特 阿联酋 卡达 在内的不安国家 都有跟美国表达 他们不愿意卷入战火 而这些国家 不愿意开放领空 让以色列去用 所以以色列 你今天如果要去打伊朗的话 是不是越来越困难 因为这些国家有顾忌 那么甚至文章中提到 以色列或许可利用 约旦或伊拉克的领空 来打击伊朗 所以现在约旦和伊拉克 会点头吗 所以两个问题请教赖老师 当然如果以色列 要攻打伊朗的本土 我们讲过只有几种方法 一种就是用导弹 地对地的一个导弹 那另外一种就是用F-35 或是用轰炸机 然后飞越这些周边国家的领空 然后对伊朗进行打击 可是当你的假设 我杀在阿拉伯 我提供你以色列领空 去飞越我对伊朗进行攻击 你等于是间接的凶手 共犯 你等于是共犯 这个对伊朗来说的话 那它当然要把你列为 打击的一个对象 这些国家去帮以色列打伊朗 他们在穆斯林社会里面 穆斯林世界他们是叛徒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高的 所以沙特当然在第一时间就表达他的态度 现在比较关键的是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约旦 因为约旦传统 而且相当长时间都是亲美 而约旦本身就在于紧贴着以色列大片的国土 以色列东部的大片的国土 从南部一直到快到东北部 都是被约旦整个包住 所以以色列如果要用导弹 或是要用战略轰炸机 要飞过去的话 你一定要经过这个约旦 那约旦如果开放天空 约旦就变成以色列的走狗了 变成美国人的走狗 这个对约旦的对中东地区的传统的历史地位 会构成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约旦应该也会保持中立 不会开放领空 另外为什么会提到伊拉克 很多人会说伊拉克不是伊朗的盟友吗 因为伊朗伊拉克是什叶派的 然后还有就是叙利亚这三个 所以伊拉克才会有民兵组织 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 事实上就是伊朗的民兵组织 那怎么会是会讲到伊拉克呢 因为伊拉克现在的政府 是被美国政府控制的 对啊 美国不是还有基地在伊拉克 而且伊拉克一直要求美国 把基地撤出去 美国拒绝撤出去 所以美国控制了伊拉克的时候 它如果开放领空 给这个以色列使用的话 你伊拉克已经没有真正的国家主权 它能耐美国如何 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到 那当然目前来讲觉得很有可能会 透过这个叫伊拉克的领空 可是你要经过伊拉克领空 你就要经过叙利亚 那美国跟以色列根本不把叙利亚 当成一个国家看嘛 它也不把你当有什么国家主权 没什么主权 它爱打你就打你 你看美国的战斗机 或是以色列的导弹 它想打叙利亚就打 所以随便它打 因为也就是说在美国人跟以色列人眼中 没有所谓的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是就我有而你不可以有 所以到时候这还可以借由叙利亚这边去打 一定要经过叙利亚或者是经过伊拉克 一般来讲都要经过叙利亚到伊拉克 才能打到伊朗 好所以约旦这边比较不可能 但是伊拉克有可能还加一个叙利亚 那问题是美国现在呢真的是 到底是真的很闷还是装闷呢 帅将军因为你看说 美国官员现在又放话了 以色列有拒绝分享报复伊朗计划 意思就是说 只告诉美国说会采取报复行动 但是是怎么个报复就是不讲 美国好像是问不出来就对了 白宫又劝以色列 不要打伊朗的石油设施 那你说到底这个纳塔雅胡会听吗 真的就照办吗 你说不打我就不打可能吗 只是说现在当然沙特是不希望 看到这个打伊朗石油设施 如此而已 戴将军 你把官话当了真话听吗 拜登跟纳塔雅胡的通话里面 他何必需要你把计划 纳塔雅胡也不会告诉你 因为这个牵涉到 以色列军队的安全 你白宫一泄密出去 他的侵袭效果就没有了 所以他不会讲 但是美国会不会知道 会知道 因为沃沙特跟美国的情报机构 CIA天天开会的 天天互通的 计划案也会到那边 那边也会告诉拜登 但是拜登就不要背这个罪名 我不是以色列的共犯 他没告诉我 我没有认同 我只是好言相劝 不要打核子设施 那会造成污染 在以色列的角度来 我最讨厌就是将来 这个伊朗的核武器 对我才是产生最大的威胁 打不打 有很多种方法 第一个 我不要把他的那个核子 最主要的那个地方打掉 他有很多附属设施 有种水的提炼厂 有飞弹的制造厂 有火箭的制造厂 他随便打一个 他只要先延缓 然后看后面的局势再来做 所以这个他可以保留 很大的一个空间 第二个 刚刚赖教授讲的 空军接到的地方太多了 他打仗手段很多了 我用隐形机过 你也抓没看见 我也不让你看见 打了又怎样 以色列的空军 以前表演这个大迂回的 这个攻击 已经是很有经验了 所以这个问题 是看以色列要做到什么程度 那沙烏地当然讲 你不要打游园设施 将来会引起全世界的通货膨胀 那以色列那我还能什么可以打 还要你告诉我 看我的需要 不是看你的需要 所以这个东西又可以 影响到美国大选 是 我打了这个油原设备 炼油设备 你让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就起来了 对拜登不利 对不对 但是问题看他怎么做 那伊朗也可以选两种选择 我打以色列的炼油厂 我不打你沙烏地的炼油厂 可以吧 因为以色列的炼油厂是供你以色列用的 我没有打其他国家的炼油厂 又可以打与不打完全看到他养护 伊朗的官员已经在讲 如果乙军有伤害到伊朗的平民或攻击到民用的区域会导致伊朗修改核战略 哇一听到核战略你马上就想乙军真的会去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或者这是核设施吗 这千万千万这个变成是什么 一个让大家非常忧心忡忡的大事了 那么美国却又认为伊朗还没有决定制造核武 路透社有这样的报道 好你美国就赌伊朗是没这个能力吗 结果现在普丁跟伊朗的总统在土库曼见面了并会谈 然后普丁还邀伊朗总统去访问俄罗斯 伊朗总统也欣然的接受 哇这两国聚在一块是不是要谈什么秘密的合作呢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伊朗他现在手上有的这个 这个风度够的90度的这个浓缩钥 已经可以制造三颗核子弹了 这个所以就是说多块可以制造出来很快 这个技术并不难 那而且以这个伊朗他事实上还有投射能力 我们看他这一次这个打这个以色列啊 打以色列绰绰有余啊 一千多公里啊 还打得准的很 然后更大的问题是以色列拦不住啊 32颗导弹全部集中在一个空军基地 请问一下你那铁穷是什么穷啊 这是什么穷破穷啊 对不对 可见就是说以色列事实上我觉得这一次 伊朗打以色列是确实 展现了他的实力 那任何伊朗的对手他都必须要好好评估 以色列伊朗的这个好飞弹打击能力 他的这个好威力所在 那伊朗算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怎么讲的 还是蛮谨慎的 他基本上打击范围没有超出军事目标以外 然后也没有往人口从一起去打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今天你如果要报复的话 国际上国际战争法是允许报复 他有一个名词就叫报复 可是一定要怎么样等比 要对等而且不能乱报复 你不能我打你军事设施你给我打人口从命取 然后我设一颗飞弹你给我设三颗是不行的 所以他要要要这个等比的 所以现在以色列的话去打 如果他要打这个这个这个伊朗的核设施也好 然后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好能源设施 产油的设施的话那以色列必须要想以色列必须要不能够排除 他被同样的遭受到伊朗这样子的打击 他可以打击以色列打击这个伊朗 是不是不付不付出代价都是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因为因为现在你这个你的轰炸机 包括这个空中加油机浩浩荡荡的把他派过去 那伊朗事实上的话有人说他已经拿到S-400了 对不对他的防空导弹系统 另外他有地对地的这个导弹 他没有地对空的导弹 让你的空军就好 这个好一百架一百架次来一百架次回去嘛 也不一定 所以就变成我觉得现在让以色列最最感到头痛的 基本上应该就是伊朗的报复能力 伊朗的打击能力 这个才是真正嚇阻让以色列三思的 所以你看这个决定一直拖了那么久 都没有办法下定决心 拖了那么久 我觉得他是有实际的困难度 所以他现在一直在这个离南这个地方 不断的这样延续这个冲突 然后呢维续这个内坦雅胡的身亡 可是内坦雅胡连在黎巴嫩他都不敢 造成大量的伤亡 因为如果造成大量伤亡 内坦雅胡国内的支持可能就会有问题 那更不要说 这一次那个以色列是用封锁消息的方式 封锁国内的这种资讯的方式 把伊朗的这次攻击的成效 把他的伤害降到比较低 可是如果说伊朗再打一次的话 那如果说目标也变了 强度也变的话 那以色列这个 这个好像东方不败的神话就会破灭掉 好 孙将军举手 补充一下以色列现在犹豫的问题 他现在不是有点犹豫吗 就是刚刚接大使讲的 他还有两个考虑因素 第一个 苏联会不会给他战术性合武 俄罗斯 这个你不知道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是我研发出来的 还是俄国人给的 在俄国人立场来讲 你可以给以色列什么样重磅的武器 我为什么不能给 反正是大家对号 第二个他还有一点犹豫 因为珍珠党并不是黎巴嫩的全体 你打太狠了 那黎巴嫩的政府军 国防军是不是要介入了 你就打到我首都了 那这样子会不会造成 以色列的原始目标是说 我要一个火箭缓冲区 对 30公里或60公里 对不对 如果你把黎巴嫩所有的军队都引出来的话 这个目标可能带不出来 是好 很快也请教一下赖老师 俄罗斯现在讲核武五个国家 未来两周内要在纽约要开会 就是中美 还有俄罗斯法国英国 在纽约开会 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层级 不知道是派代表 然后会不会很高 然后这是因为现在紧张了 所以紧急要开会吗 然后大陆外交部军控司长有强调 中国不会用核武器称王称霸 任何歪曲抹黑都是徒劳 会还没开 先表态再说 这个层级不会大事属于专门的会议 应该是司长级左右的 了不起到这个副部长 应该不会到副部长 一般来讲是军控司的司长 他们去开会 目前来讲 由于俄罗斯以及修改核武使用原则 对 那这个对于欧洲来讲 爆发出核战的风险在升高 还有就是美国一直在指控 中国大陆一直在增加核弹的数量 把中国塑造成为这种 全世界的核武威胁国 那中国大陆就说 对不起啊 这个黑过不配 因为如果以核弹头的数量来讲 你比我多了不知道多少倍 你五千多枚 我才四五百枚 了不起不过就是六七百枚 那你五千多枚怎么跟我六七百枚 来来说说我对于国际的影响力 对 威胁核威胁比你大 那这个简直是笑话一个 所以大陆在很多地方 比他站得住脚了 因为科学说话嘛 数字一摊开 那美国你就一反两对眼了 所以我想美国的抹黑 他基本上来讲只是想制造一个 氛围逼得中国来跟美国谈判 那现在泽伦斯基现在是更闷了 因为他现在呢真的是 恨死那个美国的飓风了吧 要不是那飓风的话 拜登不就飞到柏林去了吗 他也可以端出他的胜利计划 再跟什么 再跟拜登好好谈 然后还有欧洲的领导人 结果现在呢变得是他自己一个人 单枪匹马的 跑到好几个不同的国家 结果在英国吃了闭门羹 然后呢德国现在呢 也要听这个泽伦斯基跟他 这个求支援 可是呢到现在也没有进一步的答案 那结果是不是因为这样 处处碰壁 他说2025年底有望结束俄乌战争 你觉得是北约秘书长吕特 现在一上来就讲说 会继续要支持乌克兰 还说乌克兰可以合法打击 俄国的境内目标 所以才让泽伦斯基有信心 2025年底渴望结束俄乌战争 还是说其实现在看起来 越来越没指望了 所以呢这个答案是什么 乌克兰当然是没有指望的 乌克兰赢不了这个战争 我想所有有理性的人 冷静的理性的客观分析 乌克兰赢不了这个战争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其实泽伦斯基也清楚也很知道 所以他的所谓的胜利计划是不胜利的计划 但是我高度怀疑昨天的司机 一直都不带在乌克兰 跟他们的军民一重作战 一直在海外跑 而且都往富有的国家跑 我高度怀疑他在海外度假 他跑到巴黎去度假 跑到柏林度假 跑到纽约度假 跑到伦敦度假 他一直因为他一定是想用专机 第二个一定是住五六星以上的饭店 然后都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 我觉得他根本都不想说 窝在乌克兰 然后在那边 就是待在基辅的时间是比较少 我觉得他不是很喜欢待在基辅 他大量的时间 您看看把它计算一下 他是不是一年365天大量的时间 都待在富裕的国家里面 而且在富裕的国家里面 都是住好穿好的用好的 我觉得这个一个国家的领袖 国家在战争 然后他每天不待待在家里 每天往海外跑 然后让大家看到他 都觉得好烦 你怎么又来了 然后永远讲那一套 就是那些国家领导人 确实是好像不能不接待 但是接待他也觉得很头痛 因为能给的真的很有限 而且真的是越来越少 好 不过看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 这一次在东协峰会上面 这个首相的外交秀 好 终于是什么 登场石破帽 会见了李强 但是大家好奇的 为什么提到周恩来 这个里面 我们看到日本的媒体 还特别有去解读 最主要是因为他讲了一句话 田中角荣是他的政治导师 结果他用了导师的话 日中两国讨论未来的发展 非常重要 所以帅将军先帮我们来看看 所以他这次呢 特别希望能够用这样的语言 来什么 要拉近中日之间的关系吗 因为周恩来是当年 中国跟日本里面走上和解的一个关键棋子 所以他现在就要提醒中国 我们当年也是也关系很不错的 那我现在要来重新恢复这关系 不过中国大陆也讲过 中日的这个外交可能要升温 他也是跟着这个趋势来讲 这个也是加重他的分量 你夹在美中之间 对不对 你能够 小国能够取得两边的这个澳元 那你的身价就比较高了 因为他还想跟美国谈判 保护费能不能少一点 川普那种那种说法 是个石破冒野是很刀刀性的 因为日本的经济不好 人口老化很严重 那今天如果川普上台 那个军费他受不了 他又想国防自主化 他又想自己制造 这都是一个很大笔的开销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跟日本跟中国先释放点善意 不要受到立即的威胁 因为来的立即威胁是来自于北韩跟俄罗斯 因为中国行动比较温和 大概还不至于对周边国家 发起战争 俄罗斯很难讲 北韩很难讲 所以他要稳定北韩稳定俄罗斯 透过中国是一条路了 是 那么在美国那边 我的身价也太高 对不对 你美国要我当棋子 你又不让我这个军队现代化里面 能够自主 所以他跟中国大陆拉拢点关系 也是增加跟美国谈判的筹码 政客玩的把戏 我跟你讲 不是他们嘴巴里讲 我不太喜欢听官话的 没几句是真的 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石破茅 为什么会提到周恩来 其实他主要是提提田中角龙 田中角龙是他的老师 他的政治启门老师 因为当初是他的父亲过世的时候 田中角龙要石破茅 因为他本来在银行做事 要石破茅重振 所以他是一手带着石破茅重振的 那为什么会提到周恩来呢 因为田中角龙是日本的过去历史上 我想是战后战败日本投降以后 基本上都趴了美国 田中角龙是唯一的一位 比美国还更早之前 跑到跟中国大陆建交了 他跑去中国大陆访问 让美国人祈祷 因为美国人认为说 这个是只能我做主 你要跟在我后面 你不能够跑到我前面 你是我小弟 你怎么可以跑到我前面 而田中角龙那个时候 就跑到美国的前面了 所以让美国弃恨死 然后后来田中角龙 就被逗下来了 1974年过两年 说他有个政治的丑闻案 现今的案子 但是问题是 日本的政客哪一个人不贪 哪一个人不脏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 美国人把他弄倒了 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田中角龙会走在美国人之前 其实施破帽有点在暗示 有点在 有一点点在暗示 说他有气魄的 他是一个有气魄的人 有气魄但是呢 本来要提的不提了 对吧 借大使 亚洲版北约不提啦 而且我刚注意到借大使 还投台了一下是怎样 有地震是吗 对我好像突然感觉 好像有点地震 因为我们复控里面 有人说有地震 有有有 刚刚有 刚有一点 有一点我感觉到 因为站着我没感觉 我刚刚突然感觉 所以我在看 那个灯有没有在晃 好像有一点 不过我跟你讲 田中角龙是要搞革命 石破帽 石破天津嘛 石破 对 不过他的革命对象是美国 对 所以呢他不是要革 亚洲 亚洲邻国的命 他事实上还要推动 这个中日元首的会晤 然后他也不去 他也不去靖国神社 他认为日本对于 对于这个军国的历史 要诚实 所以呢 他是跟这个 这个安倍晋三 这些麻生太郎 这一批日本所谓的 这个 你看日本近代史 有一批人叫这个 薩常 薩摩常州藩的后裔 这一些人 军国主义的 薩摩常州藩 这个安倍 田中角龙 不是安倍 这个佐藤荣座 都是这一挂 他们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薩摩藩 那田中角龙是 枭雄 他是没有任何 世家背景的 他是 致富以后 从政 枭雄 所以呢 他跟这些薩摩常州藩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他当时1972年 跟中国大陆 这个正常化 是赶在美国之前 对 对 所以那时候美国 后来洛克希德案 就把他硬搞下来了 那所以就变成 就是说 其实我认为 石破茂 一上台以后 又是什么政治现金案 又是 一直炒他的 这个好 这个所谓的 亚洲北约 其实怎么样 其实我认为 美国已经出手 在整他了 已经是美国出手 他现在很臭啊 很多人就说 他干不了了 多久了 这个10月27号以后 选举完以后 他就是最短命的 现在都在畅摔他 可是你看他用的人 林方正不是都讲说 他要准备 选自民党总裁了吗 就是不看好了嘛 对 现在事实上 是有这个情况 可是问题 我觉得他是 日本过去20年来 事实上 除了左派的 那个春山富士之外 我觉得日本最可能 转变他的大方向的 一个首相 那也就是跟美国人 开始算账 而不是找其他亚洲国家算账 今天最后呢 还是要由勤教官 再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他就是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呢 这抗紫外线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 来选购哦 并且还可以打 CTI798 我的推荐代码 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前家人 專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你呢? 你呢? 你呢?